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贝加尔湖 贝加尔湖位于俄罗斯的远东地区 它距离蒙古国比较近 我们先来测量一下距离 大概是150公里左右 距离我们国家的东北 大约是760公里左右 相对较远 贝加尔湖是世界上虚水量最大的湖泊 曾经蒙古国也提出一个设想 就是想把贝加尔湖的水引入到蒙古国 然后再贩卖到我们国家的华北地区 因为我们国家的华北地区比较到缺水 大家觉得这种设想可行吗 下面我们拉近视线来看一看贝加尔湖 贝加尔湖的形状非常的狭长 我们来测量一下贝加尔湖的长和宽 贝加尔湖的宽度 最宽处大约是大约99公里 窄一点的地方可能是只有30多公里 南北大约是600公里左右 所以总的面积其实不算很大 但是它的蓄水量为什么这么的大呢 主要是跟它的深度有关 贝加尔湖是世界上最深的淡水湖 它的平均深度是744米 最深处可以达到1637米 所以也是相当的厉害 下面我们换个视线去欣赏一下贝加尔湖的风景 可以看出贝加尔湖的沿岸 还是有一些小城镇的 可以看出贝加尔湖的湖水非常的清澈 据说这是因为湖里面有一些动物 专门可以分解动物的尸体 而且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沿岸的植被是非常的茂密 本身河流的含沙量非常的少 所以汇集到这个湖里面的沙 同样也就比较少 所以这个湖水看起来非常的湛蓝 好湖中间这里有一个小岛 我们来看一看 这里有一个 这里是有一个小村庄 我们看到这个小城镇的环境好像不是太好 一片黄沙 这主要是因为贝加尔湖的风浪特别大 它的浪可以达到2到3米 我们拉近视线来看一看 这个岛上的道路好像还没有硬化 大家看全是这种泥沙路 而且楼房比较的低矮 一块一块的 完全是这种开封式的小区 没有隔开 可能这个小镇还正在静涩之中 下面我们继续往前面看 这里这个小岛 植被覆盖率非常高 但是完全是没有开发 好 这边是湖的尽头 这里有一个小城镇 我们来看一看 好 这个小镇上面呢 屋顶的颜色也是叫做绚丽 多种颜色 楼房也是比较的低矮 植被覆盖率相当的高 环境非常好 下面我们到它另一个城市去看一看 伊尔库斯克 我们拉近视线来看一看 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的车辆 因为俄罗斯地管人稀 所以公共交通不是很方便 因此每家每户都有车辆 这样才能方便出行 好 我们看其他地方 这里的建筑要更加的密集一些 而且小区也是方方正正的这种开放式小区 我们可以看出哪个地方都有很多的车辆 房屋也比较的低矮 我们看到这里一条河流经过 这条河叫安加拉河 是贝加尔湖的唯一的出水口 这里建了很多的桥梁 也是沟通了伊尔库斯克的东西两岸 这边也是一座桥梁 我们拉近视线来看一看 这边还有一座桥梁 可以看出俄罗斯的这边的基础设计设计还是蛮好的 而且伊尔库斯克有贝加尔湖畔的国际机场 所以到这个地方旅游也是非常的方便 1996年贝加尔湖被列入了世界人类文化和自然保护名录 2016年起的话 俄罗斯对中国游客实行跟团免签的政策 所以大家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想去这里旅游吗 而且据说中国的公司也在贝加尔湖畔投资了100多个亿来完善基础设施 打造旅游项目 好 今天我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 大家如果喜欢我视频的话 可以帮忙点击个关注 谢谢大家